香港疫情持續穩定 在本地的消費推動下 經濟已恢復正增長 不過由於缺乏內地通關的支撐 復甦的部分始終未夠全面 因此恢復和內地往返可謂刻不容 事實上大部分香港的廠商 已超過一年多沒有內地廠國 少至員工管理大致應對危機 我們都不能夠親自監督來處理 更枉論在找新的機遇 開獨新的業務 而對於旅遊、酒店等高度以來 外來旅客的行業 一日未完全恢復通關 他們的經營情況都難以樂觀 國家正是積極地推動 越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而當中的發展核心 就是要打通包括人流在內的四流 因此恢復通關 不單是幫助香港 逆後復甦的基本條件 更是實現大灣區一體化的應有之餘 合乎越港澳三地的共同利益 新冠病毒不斷變種 有可能不會完全消失 但長期封關 永續嚴厲的防疫措施 代價實在大大 所以無論現屆政府 還是未來有意參選的人士 除了繼續推動市民接種疫苗 和做好外防輸入之外 亦應該以恢復大灣區 通關為施政的重點 積極爭取和內地和澳門政府的支持 引入商務通道 或者疫苗護照等概念 有罪感讓大灣區內的人員自由流動 這樣香港的經濟 才可望真正回復正常 團結業界發展香港 鎮工業輕經濟 團結業界精英 推動經濟發展 全家聯繫 服務所授有種 省工業 財政ρι渡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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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